在电影《你好布拉德》中,男主角布拉德生活过得幸福美满,妻子是公务员,儿子即将步入大学,而布拉德经营着自己的公司,不属于事业有成,但也养活家人刚好。 可是有一天布拉德参加完同学聚会,就陷入了中年密集,他看见以前的同学过得比自己好,觉得自己前半生的努力变得一文不值。 同学小王乘着私人飞机,环游世界,已经过上了退休生活,而自己却碌碌无尾,还常常被客户投诉,就连唯一的员工也离他而去。 他陷入了自我怀疑,就对妻子说,突然觉得时间过得好快,快到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 妻子对他说,你太累了,去旅游一趟吧。 在旅游途中,他意外发现小王的私人飞机是租来的,而且小王身体其实并不好。 这时候,他才明白,人人都有不为人知的苦衷。 在电影的最后一幕,布拉德说了一句,放过自己,对自己说一句,算了吧。 我们曾经都是布拉德,一直活在别人的眼光里,活在那些攀比里,想去拥有自己没有的,却忘了自己拥有的。 感悟人到了中年,学会跟自己和解,也是一种勇敢。